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共和党控制的众院计划在星期四就两份移民改革草案进行投票 其中一份提议限制某些形式的移民 另一份则包括叫停无证移民家庭分离 加强边境安全收紧移民政策等措施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月初曾率团访问中国商讨中美贸易问题 他20日出席参议院财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 美国无意跟中国进行贸易战 但总统特朗普相信单时谈判并不足够 还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否则无法逼使中国改变现行的贸易架构 美国自3月起对部分进口钢铝产品加征25%的关税 罗斯称正调查近期钢材价格上涨情况 以确定是否有人从中非法牟利 另一方面 欧盟委员会通过法案 就美国对进口钢铁加征关税采取报复措施 措施将从22号周五起对美国进口商品征税 涉率25% 涉及商品总值28亿欧元 涉及的商品包括威士忌及摩托车等商品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参加完北约峰会之后 完成他拖延已久的访英计划 但由于特朗普政府近期提出的边境管理政策 迫使移民儿童与家人分开 以及扣押移民儿童等问题 有英国议员对此做出强烈抗议 并向英国首相特雷沙梅施压 希望他撤回对特朗普7月份来应访问的邀请 并要求特雷沙梅给出明确的解释 为什么不拒绝特朗普来英国访问 但特雷沙梅认为 英国不应该因为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 而放弃了同美国讨论其他事务的机会 他还表示 特朗普原定下个月的访英计划应该继续 以确保英美两国可以讨论事关共同利的事物 美国政府19号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指责人权理事会 名不副实 对美国盟友以色列抱有长期偏见 无法有效保障人权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主席沃伊斯拉夫·苏克 20日表示 人权理事会将按照有关程序 尽快选举新的成员 以替代退出人权理事会的美国 苏克指出人权理事会是各个政府之间 应对全球人权问题的机构 也有民间积极参与 他强调在人权及多边主义 每天都受到挑战的时代 人权理事会是不可或缺的 2006年成立的人权理事会 由47个成员国任期三年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中美贸易摩擦升温 引发美国大豆期货 昨日暴跌至超过9年的低位 其他的主要农产品期货价 也都录得不同程度的下跌 其中小麦期货价下跌超过4% 玉米和棉花期货 则触及合约期内的低位 研究显示 中国一旦对从美国进口的大豆 加征10%的关税 就足以导致美国总体大豆出口量 大跌18% 美国去年出口到中国的大豆 总值达到124亿美元 是美国对华最大宗的农产品出口 相等于大约6成的美国大豆生产量 普渡大学早前的研究就指出 一旦中国对美国大豆 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 将对美国大豆出口 构成严重的冲击 谷歌公司近日宣布 已在谷歌招聘中 集成人工智能增强功能 此举将有助于 节省招聘人员 在数据和任务管理上 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而拥有了更多时间 与人进行交流 新功能可一键是 自动安排面试官 和理想的面试时间 避免了反复点击 安排面试的繁琐流程 此外 新功能还可通过 自动分析工作描述 或搜索查询术语 向雇主提供关键词 同时还会对简历中的相关词进行强调 从而大大节省了 人工搜索所耗费的时间 除此之外 最新版本的谷歌招聘 还推出了一个新的点击呼叫功能 只需点击电话号码 它就会自动拨号 并会自动记录此次呼叫 以方便重呼或喝茶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美成人吸烟率降至有史以来的最低记录 2017年全美有约3000万人为烟名 占到成年人总数的44% 该数据比2016年的16%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专家表示 虽然过去两年该数据的降幅不算明显 但仍可证明 美国抽烟的人越来越少了 此外 美国的香烟销售量和其他相关数据也在下降 数据还显示 青少年对吸烟更加不感兴趣 上周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目前有9%的高中生吸烟 该数字同样创下新低 此外 电子烟的流行也帮助减少了吸烟人数 就2016年的数据显示 全美约有3%的成年人和13%的高中生 表示自己正在使用电子烟 在1960年代 也有42%的美国成人是烟民 而随着人们对吸烟造成危害的认识的进一步的加强 吸烟的人数也随之减少 一项新出炉的研究表明 减肥是少数真正可以减轻痛苦和改善肥胖患者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有效治疗措施 据估计 全球有超过2.5亿的成年人患有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而这种疾病会导致关节持续恶化 研究人员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 18个月内体重减轻10%以上的膝关节炎患者 其疼痛感降低了50% 活动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此外依据对240例患者进行分析的数据发现 超重或肥胖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 体重减少得越多 病情好转的程度就越大 并且病患的整体身体功能也有所改善 研究人员指出 相较于此前国家卫生研究院 对于超重和肥胖的成年人患者降低10%的体重建议 减肥20%以上将会取得更好的临床结果 并有望实现无手术或无药物干预的治疗 CVS近日宣布将向全美各地提供处方药 非处方药和其他保健品的递送服务 该服务在其所有9800家商店都可以享有 费用为4.99美元的一至两天送达 和8.99美元的当天送达 顾客能将通过CVS药房应用程序 或通过致电CVS商店来进行药物 及其他商品的订购 可订购的产品包括感冒和流感药物 过敏药物 疼痛缓解药物 急救药品 消化健康保健品 维生素 婴儿和女性护理产品等 以上就是今天快选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